我們的畫筆來呈現出它的氛圍 舞姬的氛圍 所以說在寫生的時候 我在這個紙我已經鋪上了 有一些底色基礎 讓這些基礎能夠呈現建築的舊的感覺 那你現在去看的舞姬是全部都粉刷的 非常現代非常新的 所以說這樣子就是我們在藝術創作裡面講 我自己的想法在作品中呈現出來 色彩的部分當然要結合到 我要把這樣的氛圍把它顯現出來 有5G的顏色 有現代的這個所謂的植物的生命的感覺的色彩 再加上你看那中間的那一點紅 那是我對國家的尊敬 我們也是把它刻印的表現出來 在畫的過程當中 一早竟然有很多的觀光客 騎著我們的U-Bike 經過的時候 我又把它數學下來 所以說這一張的這個寫生作品呢 也是我即興的作品 我用的材質是紙粉跟粉產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材質呢 在寫生的時候第一個輕便 第二個它的這個表現性非常的俐落 但是一個限制性是什麼 它的保存是比油畫要來的弱 這個是我們在使用煤材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你要有保存性強的 請你還是用油畫來表現 好謝謝 謝謝